繼續來看 高雄人物找到發生一件交通事故 有一個女人在塞車的時候 顧看導航 出去撞到對方的歐洲 後來又向前衝卡在電火條 如果要像這個騎歐洲的騎士 它是頂上送便宜 要讓這個塞車的加速是向以上發辦 收起車 車頭穿飛 動風波雷破氣 車裡面的安全氣隆 都扁開 旁邊的機車 竟然差不多變成一堆飛機 連行四線 兩台車都丟在路邊的電火條 現場開上的亂 因為那時候我在看導航 所以我在看導航 我在看手機的同時 車子是往左邊 剛好那時候是綠燈 然後對向那台摩托車 跟我發生事故 這間交通意外 發生在高雄人物區後天行 午後早上一點點晚 路口的感激器外面可以看到 收起車原本都很正常 鄉鄉一直用 對鄉的車頭便宜 和正面騎過來的機車 直接對撞 撞到非常大 一直撞到路邊的電火條 才停下來 騎機車的民眾 意識清楚 身體很多為受傷 喪意 收起車的家屬沒有受傷 對兩人實施酒測 無難酒測值為0 張南為0.08 經代反鎖 製作觀測表 測試結果均正常 收起車的電視的家屬 看道行 無注意到車已經搬移 作成交通速度發生 另外集結一位0.08 健鋒以為道路交通管理出發條例第45條上班 可以出六百到一千八百塊的法款 上市萬人更要進一步離牆 記者理想要更正準 各同報道 介紹不成功